此时气温零下60多度 脚下的冰面后达几十厘米 可却因受到飓风的影响 几十厘米后的冰面正在不断碎裂 踏上这条路就等于把生死置之度外 果然没走出去多远 就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更糟糕的是指南针也在此失灵 现在只剩左右两个方向 男人却根本不知道往哪走 如今只能靠领头犬多哥来判断方向 危急时刻 多哥一个转身朝着凶险的左方冲去 穿越着恐怖海峡的众人 全都压在了多哥的身上 穿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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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哥凭借一己之力将他们拉了上来 可这也耗尽了多哥所有的力气 随后他们来到驿站休息 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多哥 那个印第安女人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他预感多哥活不了太久了 男人听到心里也是十分的难受 然而第二天他们又得上路 男人想让多哥在雪橇上好好休息 可多哥却一次又一次地跳下了雪橇 仿佛完成这次任务就是他的最终使命 男人无奈只好为他绑上了绳子 多哥眼神坚定地看着前方叙事待发 在最后的四十多公里路程 男人已经历劫坚持不住了 漫天的飞雪吹得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跪坐在多哥面前 告诉多哥自己帮不了他了 拜托他一定要坚持跑到下一个驿站 最终男人还是没顶住疲惫 趴在雪橇上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当男人醒来发现雪橇已经停下 狗狗们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意识到不好 接着来到多哥面前 此时多哥也已经累得无法起身 男人请求多哥再坚持一下 应该很快就要到达驿站了 他们停在这里全都会被冻死的 可这次多哥实在是太累了 不管男人怎么哀求 他都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在男人快陷入绝望时 一束微弱的灯光从背后照了过来 来人是驿站的工作人员 原来是多哥坚持跑到了驿站才停下 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雪青也被接力队带回了小镇 数十名患病的儿童也成功获救 记者为了抢占头条 把最后一棒的巴尔托拍了下来 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而多哥却躺在家里面奄奄一息 在这次护送中有20只小队参与 其中19只队伍平均跑了50公里 他们是勇士 而多哥的队伍跑了425公里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男人对此并不在意 唯一让他痛心的是多哥的前腿废 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 多哥像往常一样整日黏着男人 可这天男人却有意地疏远他 因为男人要去工作 而多哥很难再和他一同作战 虽然不舍但还是把多哥留在了家里 男人带着雪橇队伍出发了 多哥望着主人的背影 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痛苦的乌业 他拖着受伤的爪子跑到大门 在妻子一脸的惊讶中 他扭开了门把手 就这样 多哥像12年前一样成功越语 他一拳一拐地朝着主人的方向狂奔 他想要再次回到雪橇队伍中 渐渐的多哥仿佛忘记了疼痛 前脚也似乎恢复了正常 他又变成了那个跑得最快的领头犬 男人这时也听到了多哥的声音 回头望去 只见多哥向自己跑来的场景 跟他小时候第一次跑来是一样 男人一直认为多哥是天生的领头犬 他为了雪橇而生 但此时男人才终于明白 原来多哥的世界里只有他 多哥并不是喜欢拉雪橇 而是想要永远陪在男人的身边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